的部分大概不外乎就是slater 这个语法 OK 所以以后的话你就是照着操作就好了 slater 有没有 slater如果在ecell里面就是筛选 筛选 有没有 然后呢 那个ecell里面筛选 一般理论上就全部都是箭头 表示说所有栏位你都可以筛选 那这个地方信号值的 这个信号是所有的栏位的意思 所有的栏位from那个table名称 所以table名称怎样没打错 他就听得懂 意思说你帮我把所有资料都调出来 就这么简单的意思 再把这个叙述丢给那个资料库 他看懂了 他就吐资料给你 吐到哪里 吐到科舍里面 所以我之前跟我讲 那个科舍其实不是那个游标的意思 他实际上他应该叫资料表物件 所以我自己的理解 因为科舍是有游标的意思 当然资料库也有游标的概念 只是说这边应该比较强调是资料表 OK 所以丢到资料表 这边当然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也可以写成什么 我刚刚有写过吗 可以写成科舍.exq 这样也可以 两个方法都可以 但是你就是不能写什么 就是come.exq 这样就不OK 因为没有人可以接了 这大概知道一下 其实因为他有好几种写法 有同学问说 老师为什么你一下写这样 一下写那样 当然主要原因是 反正关键的地方 能够有科舍物件可以接就可以了 然后有一个科舍接了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把资料给给带出来 那其他的话 这一行叙述 你可以把它改成底下的 如果是数字的部分 就是写成这样子 会后面给他一个数字 如果文字的话like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是日期的话就between between的话记得 他一样把它当文字看待 所以前后的话 还是必须要有单引号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这个地方因为是串接 当然你想说老师 那可不可以不要写成串接 又可不可以写format 可以 这个地方一样可以把它改写成format 所以串接跟format都可以 只是说这应该各位看得懂怎么去修改吧 所以慢慢要揣摩 以后如果说seql stream 如果你可以把它串对的话 那结果应该就没问题了 因为资料库他看懂你的语言 他就自然就会把你要的东西给你 如果说你这个seql这边上面的叙述还不够的话 请各位就是看一下seql的相关书籍或者网站 或者youtube影片上面有一堆人叫seql 你也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是觉得现在网路上只要你想学的 应该都找得到了 只是说基本的就是知识也要有 你的基本的不然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到底哪个是对的哪个是好的 无法判断 其他的话大概是这样子 底下有犯 另外的话其他请你把刚刚的范例改成学生成绩 比如说我们这个云端白板上面有一个学生成绩 一样你请各位把它下载 之前下载过那个csv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个资料总共有四个栏位 有没有 然后把这个四个栏位里面的这些资料 通通都丢到资料库的话 该怎么做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也许试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 我觉得再更上一层楼全省邮局地址 可以把它批示转入到资料库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在那个下载区里面 之前也有下载一个什么呢 全省邮局地址嘛 那打开三重好了 OK 然后其实它这个好像有分什么 这个是什么 局号 这个是账号吧 看一下 因为我这边其实底下是有写好的 对 先账号再局号 然后再局名 再地址 OK 那如果未来我希望做出什么 做出一个查询系统 查询什么 我要输入局名 比如哪个局名 它自动帮我把那个地址把它带出来 或者是说我输入那个地址的关键字 比如说哪一条哪一个县市的哪一条路上面有没有邮局 那可不可以做查询系统 如果你要做查询系统 第一步还是必须怎么样 把这些所有的资料呢 通通丢进去 不过其实做法大概有几种 其实也不用那么笨嘛 就是25个 之前不是有 已经合并了嘛 那就把这个丢进去就好了嘛 把o.tst丢进去 ok 不然的话 如果你要把 always.work 程式再加进来 哇 程式太复杂了 你干脆分两阶段写吧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觉得程式太复杂 你拆成两部分 三部分 四部分也没关系 ok 逐步逐步的来完成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全球邮局地址吧 如果你觉得太难了 那你就干脆先把它合并成o 然后把o这个里面的东西 丢到资料库里面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你把它丢进去之后的话 你就有办法了 按照什么呢 按照你要查哪一个局的关键字 或者是地址的关键字 或者是说你干脆输入什么 它的帐号 也可以带出那个帐号 背后所代表的是哪一个邮局的名称 跟它的那个地址 ok这样齁 然后带局名跟地址 ok 试试看齁 ok 试试看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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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看齐